牛皮血就是老百姓的说法 我们医学把它叫银血病 这个银血病呢 目前病因不清楚 就是为什么产生 不知道 有些有遗传因素 有呼吸道感染因素 还有一些有外伤因素 但是这个病的特点是绝不传染 不会说是你跟谁银血病人在一起 身上碰一下就会传染了 这点我给大家做个保证 为啥呢 我们皮肤科医生每天碰到门诊病里边 经常几乎是百分之发病率 百分之十到十五是银血病病患者 如果我们皮肤科医生都害怕传染的话 那早把它隔离了 所以它不会传染 银血病的症状 它主要表现出 灵血皮疹 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斑丘诊 它身上有一块很多的斑 而且掉皮 有些病人扮得痒 有些病人不扮得痒 它这个灵血往往突出于皮肤 你一抠能刮出皮屑来 而且呢 轻轻一抠 你还可以看出这个皮屑里边 有一个点状的出血 我们叫医学叫点状出血症阳性 薄膜 而且这个灵血底下 还有一个很浅的薄膜 但是你刮的时候轻轻刮 你可以看见那个灵血下边 有个薄薄的膜 就很浅的膜 这是薄膜中阳性 初血阳性 薄膜中阳性 这是鉴别疑血病的主要两个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